热水香农会结合五鹤修区茶产业 办理2024五鹤豆茶比赛 除了本地的茶农 更吸引到了台北、台中以及高雄等地泡茶好手来参加 而相较去年的第一届赛事 今年新增了小小豆茶王主别 经过了两轮的淘汰赛制 最后小小豆茶王与五鹤豆茶王 分别由三名国中的郭嘉荣 与嘉明茶园的高怡婷 拿下豆茶王宝座 2024五鹤豆茶比赛 由今年新增的小小豆茶王主别 率先登台且出交际 接着来自全台各地的泡茶好手 依序分组进行出赛 由热水香农会结合五鹤修区办理的 2024五鹤豆茶比赛 今年迈入第二届 不同于一般大众所熟知的茶叶评价比赛 豆茶比赛在基本的茶汤瓶瓶赛制之外 更讲究泡茶仪态茶具摆石设计 呈现各自的平民风格 竞赛过程赏心悦目 因为去年棒过所以不管是我们本地的 或者是外建市的 那还有就是资讯的流通其实变得更好了 那会让其实不管北中南大朋友 喜欢茶艺的朋友 其实也借用这次比赛可以来到华莲 我们也希望大家做这个泡茶的技术交流 能够提升我们的茶的品质 或者是大家这个 让社会大众喜欢上我们的蜜香风茶 主要强调饮茶生活化的竞赛核心 原因此每位参赛选手在呈现各自平民风格之际 也拿出泡茶的看假本领 评评过程也令评审委员们伤透脑筋 中心就是要我们所办的比赛的查试呢 大概就是以查艺的查试 知识性的方式在做理看 查他们的这样子的竞赛 但是我们的我们都知道 所看的他是融入生活 用各式各样的方法都可以来展开比赛 那这个是我们国独的理解 应该是我们理事长的用心 就是告诉大家 我们的蜜香风茶 可以做热热的方式 都可以来品尝 经过一番风雅品品豆茶 结果出炉 三命锅中二年级的郭家荣 拿下小小豆茶王 锐碎家瓶茶员的高一婷 鸡押群雄 拿下了第二届五克豆茶王的宝座 从下就开始泡茶 所以说对茶比较熟 来说这台中 如果大家不觉得你泡的好 你觉得怎么样 有没有看到 蛮高兴的 泡茶泡多久 大概十... 將近十四年 對 從小開始 對 從小開始 其實因為每一種茶 都有它不同的泡法 我們就是因茶 然後去調適它的泡法 然後還要選擇容器 然後血溫 然後時間其實都很重要 那其實茶 自己喝喜歡 就都是好茶 來自三民國中的郭家榮 與瑞瑞嘉明茶園的高一婷 兩人將第二屆 午喝豆茶王的名號及榮譽 成功留下 瑞瑞香農會高度肯定的同時 也希望藉著豆茶王的比賽 行銷推廣花蓮瑞瑞蜜香紅茶產業 也讓台灣茶產業文化 深化到每個人的日常生活 支持台灣優質且具地方特色的茶品 記者是玉蘭瑞瑞瑞採訪報導